大家好,聖诞节刚刚结束 今天是星期三,12月28日 还有几天,2022年过去 先谈谈市 昨天道指也是升回 道指也是升回,纳指仍在跌,跌了百多点 今早的港股升了四百多点 刚刚打穿了两万点的关头 有些读者会说,板主是否看错事 没看错 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港股升 其实升得少 因为现在的港股升 不是炒香港復偿 现在的港股升是炒中国全面復偿 你现在看他的政策 中国已经是全面復偿 即是说接近没有防疫措施 1月8日就是没有防疫措施 所以你也可以解释到 为什么没有防疫措施? 升四百多点这么少? 不是升一千点吗? 今早上我录的时候 现在是12点15分 成交是七百多亿 今天正常都是13亿左右 你猜 为什么会升四百多点这么少? 因为之前升了 其实之前在一万四千多亿 反映上来 一来就是人制 现在人制期是七 六点九八 二来其实当时已经在炒中国的復甦 你看到他在这几天的圣诞假期 四天 六天一二四天 四天很多 这四天的假期 所有的中国 基本上 1月8日 即将来的1月8日 取消了接近所有的防疫措施 香港这些疫苗通行症 基本上不会卖得来 香港这些疫苗通行症 基本上不会卖得来 一会我们也会说 所以现在 你可能会说 这么少的 因为之前升了 因为之前 港股由一万四千点 压上来 一万九点 已经包括了中国復上这个数字 那你说会不会再升? 很难说的 一定会再升几百点 今天已经有人在看 可能会说是两万二千五 接着 你就要看农历年之后 他开工了 究竟那个经济 那个回升有多少 才知道 正常这一层 已经差不多了 即是你不排除他会 钉上去 两万零八 两万一 这些不奇怪的事 但问题是 那一层力 已经差不多了 那你说 哇 有读者有发邮电邮问我 他说 KC博士说 看美股会跌一万点 那为什么美股会跌一万点呢? 那个情形是什么问题 美股的道指会跌一万点呢? 即是除非打仗而已 否则你去年 去年就已经打仗了 是不是才对呢? 又通胀又疫情 中国又封城又等等 那道指现在只差三千点 只差那10% 你看回恒指 和最高位相差多少? 相差一万三千点 你不要告诉我 港股再升到六成 是不是? 所以你看到数字 你自己判断 除非你有打仗 打仗会的 打仗会的 但是他现在不是打仗 所以问题就是 基本上这一阵 已经差不多了 这一阵 所以之前那个 不是只是炒香港復常的 他是炒了一部分的内地復常 现在已经公布了很清楚 你听谭耀宗说 其实这个人 他这段时间 谭耀宗已经坐得很厉害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这个老板 不跟他以前的老板 他以前的老板 有风放给他 加上是批评的 现在这个老板 是不批评的 所以你现在听谭耀宗说 就是瓜多个错 我告诉你 你不用再听这个人说 他十次有九次都是错的 不知道为什么传媒还要问他 因为现在这个老板 已经不是他以前的老板 他用以前老板的模式 去批评这个老板 完全错了 我敢说 没有人知道 今次 中国会全面开放 除了 我们上面这位老板 他自己之外 基本上应该是没有人知道的 所以你怎么批评呢? 是吧? 你看看夏宝龙的释法 要去解释的 你就知道了 是吧? 是吧? 所以这个老板 其实很难跟着 因为他变来变去 他自己也不知道 大哥 他一睡醒 可能是第二件事 另外 我们说了这个 但基本上我们的组合 都没有变 因为已经是 见底了 其实已经是 见底了 所以你看到组合 除非你说打仗 不能说 鑽石狗也是116 美银甚至没有变 都是35 36 但最大的 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问题 就是说 你现在一月爆开 大家稍后看个封面 最少那些人 有时候很多事情是世事如期的 你以为没有什么人会来香港 香港没有什么吸引力 那些人会去外国 现在外国禁止了 有机会内地的人 就逐温来香港 因为没得去 去不了 他逐温去不了 他逐温去不了 就来到香港 那来到香港 那就麻烦了 那由一月爆开 开始很快 香港一定会爆的 一定会爆的 当然 就是香港人 大部分都中过招 你即使中过招 你说 很多人已经是一年前 就是今年的望月流的时代 已经是中过招 那会不会好些呢 其实你中过招是好些的 反而你问我 打了疫苗 是不是一定好些呢 打了疫苗 不及得中过招好 你中过招 那个 当然我不是叫你去中招 你中过招的话 你的抗体是最高分的 因为你中间 不断产生抗体 来打病毒 你再中一次也好 你再来多一次也好 现在很多人 第二次中招 是很轻微的 我说Omicron 不是说白肺那些 不是说白肺 突然走着街 垂下 现在过来很多 接着嘴巴 尼黑了 那些 那些不知是什么 那些变种不知是什么 我说的是Omicron 而已 怎样都好 你的身体再碰到它的时候 你产生抗体的时间 和能力是高一点的 如果你曾经中过的话 但是不包括老人家 或者是小孩子 其实我有些朋友 那些小孩子 再中招 两天搞定 是的 我有个同学的女儿 现在还在读港大 差不多毕业 二月中过 那时候辛苦 但是他说最近他中 差不多接近没事 两天搞定 没多久而已 就是一个多月前 再中 没事 那我今早看到那些 有个男人 他没有必理痛 连那些惊痛配方都抢 那有没有用呢 我真的不敢说 必理痛那些惊痛配方 是不是都能支持 所以不敢说 所以这个问题 你看到特区政府 为什么我要去骂呢 他连提醒香港人 通关会爆的 疫情会再爆 一定爆的 一定爆的 肯定的了 这个数字一定是 以倍数标上去 但是问题就是 香港人很多 如果是小孩子 其实他的抵抗力 还存在 还存在 但是问题是他怕什么 第一 就是一大一小 老人家很难说 因为已经是年纪大了 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 数据不透明 待会给大家看看 很多内地是年轻人 是死于白费的 你不知道那些是什么 你不知道他带了什么来的 大哥 是不是才对 不过白费可能他自己也挂了 你不知道他带了什么来的 但是你看到特区政府 连提醒香港人 通关要小心 都不敢说 为什么 因为跟国家的政策相違背 他自己自我审查的 只是说 你们不用抢那些 我救 我们医疗系统救 待会给大家看看 如果他的医疗系统 我批个头 让你当椅子坐 高拔星 我告诉你 真的 所以香港人不是 血肉之区 硬砍病毒 你现在跟硬砍没有分别 因为很多人已经有抗体 你一直每天 你现在看到万百人感染 因为是假期 因为是假期 你分分钟已经是两万四 因为中间有四个假期 有些人没有报 那就是万百 对不对 以前我们曾经试过 所以大家真的要千万小心 还有我之前已经说了 你不要这么快去出行 你现在很正 我告诉你 你现在报农力联团 你去哪里也好 你如果那时候确诊 你是完全去不了 它已经禁止了你 禁止了你 你现在连飞机也上不了 现在是 因为今早看到 美国已经开始这样 刚刚就是你一月爆的这个时间 所以它开关这个时间 其实是很差的 正常应该过年 等内地爆了 过年爆了 才开 特别是香港 因为香港首当其冲 你看到澳门便知道 澳门现在是很严重的 很严重 很多老人家 病到妈妈都不认得 很多年轻人 我经常说 今次的Omicron 是有点变种的 即是说 你未中过招 你第一次中招 很辛苦 是的 你看到胡锡进就知道 早上发高烧 晚上好些 第二天又来 接着好些 连续四天 病到整个人都散了 那个反应是很强烈的 但是它还好也没有下肺 你一般人都支持得住 但是在国内 有些五十七八岁 其实是很严重的 有些五十七八岁的老教 即是那些退休 或者是差不多半退休的教授 都是很严重的 所以大家不要掉以轻心 在这段时间里 尽量少外出 你现在外出都不能出 你现在去日本都不能出 基本上 它很快就会禁止你 我告诉你 是的 现在它开始说 有四个机场 最多去四个机场 其他三个不给 接着你看到越来越多的国家 如果香港爆疫的情况 还有中国 再一路去多个几星期 它只会禁止你 即是它已经切成熔断了 你买了机票 记住 你买机票 或者那些包包 你记住买多个保险 即是说如果不能飞 如果不成行的话 退回八成给你 现在开始有些人已经退票了 稍后我们会详细地说 大家一定要小心 即是大家有时看YouTube 其实我们讲得很公正 你说它永远都不开 这个不是办法的 但问题就不是这样开 既然现在它是这样开 即是它也是这样 那你的特区政府又无能 说也不敢说 说也不敢说 復常吧 復什么常呢 你搞这么多抗疫的事情 做这么多事情 正常是不是为了人命呢 那你人命都不顾 那需要什么抗疫呢 如果人命不顾 是不用抗疫的 你明白吗 那是什么呢 话说你死吧 我也不怕死的 中招就是中招 病就是病 那是不用抗疫的 什么也不用抗疫 你最多都是死的 人最多是死的 没有其他东西 对不对 你最多都是死的 对不对 这个问题就是 你抗疫三年 香港 就是搞到香港和中国差不多 一窮二白的 死了这么多人 那你抗疫三年 然后你最后 你准备 又不跟全世界说 什么都没有 我自己开 自己宣布 你说这句话出去 香港你们准备好了 那些药物够不够 我们有机会 什么时候几号开 什么都没有说 突然间说开就开了 那你怎么办 那些人会死的 那些老人家 他中了 老人家中了好问 我告诉你 那你香港还有很多老人家 国内有几亿老人家 他现在说 60岁以上 国内有2.67亿人 应该不止的 应该差不多 是否死亡一点 我不敢说 之前应该有三亿 差不多 他们的数字都是这样 所以大家看YouTube 希望给大家一些有用的意见 不是说 听完一轮 说完一轮 很开心 说得很过瘾 那又怎样 对你有没有帮助 希望给大家一些有用的意见 大家由1月8日到过年 即是今个过年尽量低调 你现在想去其他地方 你也去不了 我告诉你 你除了回去国内之外 你想去其他地方 也去不了 我估计是 这样的话 尽量多忍一个多月 我想去到農曆年后 即是2月中左右 估计都会撕的 但是撕不是立即没有 撕不是立即没有 你达了高峰 不是立即没有 达了高峰 其实还会有 你想想一下香港就是 香港现在仍然有2万多 怎会没有 可能你真的去到 起码要捱到2月中 接着你去到3月 可能你看到数字 慢慢跌了 那你就会放心 是啊 既然捱了三年 都捱了这么久 不相差 小心多一个两个月 是吧 希望大家加入我们的后备时事频道 Patreon 年线下来是5元 美金一个月 这一格是我补录的 我录的时候是下午2点 刚刚录完之后 我看到的 大家看到 李家超 据报 下午3点半 我想这个节目出街的时候 都差不多3点多了 会召开应对疫情指导和协调组 在长到妈妈也不能够 记者会 据报就会 刚才我们说了 一会儿会说了 就是说 那个免隔离 密接 就免隔离 已经是 密切接触者免隔离 口罩令继续维持 但是呢 就会取消这个疫苗通行症 我们一会儿节目 因为这是补录的 我们都说 内地的人来香港 你是不是全部来试试 没理由的 那怎么能够继续维持 这个疫苗通行症呢 但是大家记不记得 刚刚才在两天前 老宠物先说过 说不会取消疫苗通行症 为什么呢 因为 过去十几个小朋友 死了十几个月 是不是 如果现在取消 你快点叫他扑街 这个人 对不对 喂 我们星期一先说完 大哥 现在刚刚过了假期 这个人根本就是废话 对不对 其实简单说一句 香港现在的防疫这么紧 还做了这些无谓事情 为什么不放宽呢 就是这个人在搞的 你看看内地 喂 你干嘛还不放啊 你瘋了 还搞什么疫苗通行症呢 内地戴口罩 内地也戴口罩 那就继续戴口罩 内地现在物质没有了 那你就没有了 内地向来也没有 疫苗通行症的 他只有红黄蓝牙 内地也取消了 为什么你还有呢 喂 应该是被人少的 喂 你为什么还不取消呢 急着想 假期之后 就开锅取消了 大家看看 我们星期一先说 老虫物说 因为过去死了十一个小朋友 小朋友的生命是非常可贵的 对吗 所以疫苗通行症 不可以取消 那就是现在那些小朋友的生命 不可贵 对吗 现在就死了 对吗 对吗 你这个人 那些人 大家等着 待会看三点半的记者会 如果是的话 真的要交叉这个人 喂 你如果这样做什么 医卫局的局长 你做什么局长 对吗 不如废了你武功 只听卫健委说就可以了 不用听你说吗 是吧 你回去医干就医干 学人做局长 这个就是我们的封面 是吧 大家看到 这个复星就是代理复必泰的一个 复星健康开放预约接种服务 就是内地人 可以来香港自己付钱 打这个复必泰的二架疫苗 内地的微信已经是封存 就是去香港打疫苗 那大家会问一件事 那为什么你不把疫苗 放回国内打呢 为什么要走来香港打呢 是不是 如果个个都可以打的话 为什么不回到内地打呢 你买了疫苗 他管得到哪里打呢 是不是 为什么要来香港打 而不在内地被人打呢 其实大家应该想到我想说什么 是不是 是不是钱问题呢 不是 那就是说 其实不是个个都可以打 如果个个都可以打的话 那在内地打吧 所以你说 现在开放了 内地的人全部可以去旅行 那你觉得是吗 你只是看疫苗已经知道 是不是 回到内地打 但是坦白说 你每一个省 给他两三亿 两三亿 两三亿剂的疫苗 告诉你 一个星期 两个星期 现在全部都帮你打 为什么要来香港打呢 为何要来香港打呢 是不是 他一个关 你确实死了 他一个关 我告诉你 你中了招 其实你疫苗都不用打 因为你的抗体比疫苗更强 比你的抗体 好了 通常就是中招 或者刚刚中了招 或者他估计自己 很快会中招 才下来打 其实中了招的 你不需要害怕 因为他的病毒量很低很低 要不然他也发病了 对不对 但是那些下来 其实就麻烦了 那些下来就麻烦了 所以问题就是 你看到 他是将香港的利益自诛不顾 他为了党的面子 为什么不回内地打呢 对不对 你内地这么需要 为什么要坐飞机 坐火车下来 香港去打疫苗 那你知道 哪些地方中招的机会是最高的 关口 高铁 飞机场 香港这些医疗诊所 中招的机会是最高最高的 那些你尽量都不要去 真假的 你尽量 如果自己现在要打疫苗 麻烦你在这个星期全都打 是的 你到时去打 中招的机会很大 你打了中招 其实是没有用的 是的 你中了招之后 打也没有用的 因为你中了招 比那个二架疫苗更厉害 他现在二架疫苗 防卖最早的一架 加上流感 那你中了COVID-19 或者O仔 都不用你的流感 那你都比流感更厉害 那你都比流感更厉害 好了 刚才我们已经说过 香港为什么在昨天 这么少 18000宗 原因就是 因为假期 因为四天假期 没什么人报 那你想想 已经是有53万里西 那如果内地一开 回来的时候 现在香港多是正常的 因为人流多了 假期的人流流多了 这个是正常的 好了 但如果你一开内地的话 我这个数字会几何级数 是的 这个数字会几何级数 那会不会只有50多人 绝对不会 你现在都50多人 是吧 另外 我们单纯说这个O仔 其实大家看到 甚至在台湾 全世界都在爆 你看到台湾现在是多少 12万 台湾是12万 每天 多了两成 高峰就落在2月 正常 一样 简单说句 就是说 台湾2500万人 他12万 那你就算吧 除了4 香港去到3万 如果加上内地来的话 我想5万至8万 甚至更多都有可能 我们先说澳门方面 大家看到澳门 估计一半人 已经中了招 澳门基本上的医疗系统已经爆了 现在香港很多人 就是那些人 他中了招 很不舒服 因为澳门 没试过爆 很多人都是第一次中招 很多人第一次中招 他之前风控 好了 你这样搞 现在 即是你硬让那些人去中招 这个中间是何一成 这样的话 你现在和香港通关的话 香港染疫的人数应该会急升 但是问题就是 如果有Omicron的话 我相信大部分的病征都是轻微 最担心的就是老人家软射 老人家软射 你说老人家打了针是不是没事 那现在你看死的那些 什么人就知道 是吧 你现在看死的那些 什么人就知道 对不对 而且一大一小 或者是有长期病患的 可能这一水大家要非常小心 大家看到澳门的政府严重低估疫情 一样的 他连那些Panedal也是没有的 Panedal 我想他不是低估疫情 是你开放得完全没有征兆 你都不说 谁知道 是不是 市面上一个半店铺都是没有开的 之前估计六分一 现在估计有一半人已经中了 澳门 一半人就是三十多万人都中了 医护就形容医院是人间恋恶 这些一定是 市面上又买不到药 轻症的居民又不能够排到 澳门有很多议员都批这个防疫松绑 是很大的问题 突然间这样放 其实大家看到 他圣诞日录得1.6万的旅客出入境 那你除了2.6万只是8千 其实是很少的 你经港珠澳大桥去 通常都是香港人 只有941人 那你说少不少 谁敢去呢 你爆到这么严重 好了 你说香港能否支持治疗系统 我们听听高八星也这么说 老宠物也这么说 香港的医疗系统没有问题 你看看迎光幕已经看到了 联合东区天水围 在圣诞期间 根本现在还未爆 你想想你急症室 都要等八个小时 我昨天看 香港的急症室 使用率已经是116% 现在已经爆了 那你还能复合呢 坦白说 如果好像 今次再这样涌下来 有机会 明爱的案子 可能没有那么严重 但是明爱 即今年三月的案子 我想可能有一半 或者三分之一 会重现也不奇怪 你看到他整个医疗系统 都没有做过事情 他哪有做过事情 他没有做过事情 你告诉我 如果香港每天有五万人中招 好像之前那样 那你有什么去做舒缓 有什么应对 没有 你的医护都走了 医护还要比当时 今年三月的时候 少了二千多人 医生又少了一截人 那你不是找国内的解放军 你不是找国内的大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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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都不行 现在是吧 大家都是命运共同体 所以说这些是多鸠鱼 其实是 很多间急证室要排六至八个小时 医护染疫部分纲位缺一半人手 那你怎样告诉我 如果香港再爆的话 你顶得住呢 我可以告诉你 百分之一百是顶不住 有没有应对 没有 由你说出来 你有什么应对 你要人嘛 大哥 你都没有人 你没有人怎么应对 是吧 你见到兜巴昇 前日 二十七日 昨天 去视察公立医院 说求诊及入院人数 持续增加 那你还告诉我 你没事 你还告诉我 你能顶得顶 所以大家真的要自求多福 做好措施 特别是一怒一笑 中过好些 除了你中了白肺 那些不知名的变种之外 如果没有中过那些 或者是真的年纪很大的 差不多 其实现在也没有说年纪大于小 你看到国内五十七都瓜 五十七都瓜 成都已经有二十三水瓜 已经是 很难说 这些大家一定要非常小心 这些大家一定要非常小心 就会去求医 好似在国内 今次很多都是澳门 很多都是高烧 即是烧到三十九度 那他自然会去急诊室 特别说如果小朋友 他一定去 你想想如果三十七点几度 咳两声的 你叫他去 他都不去 所以他说这些是废话 基本上 当你烧到四十一度 你去不去 你都去 一元而已 他又不是 白点说句 你现在很多人 连比利桶都不够 那怎么会不去 所以这些是多余 好了 那我们先卖了告白 不是这个十二月的了 如果大家有兴趣 订阅我们 香港与环球投资日志 或者美股YouTube投资筆记 大家都可以看片尾 你们今个月底 或者现在付费也可以 因为我们现在还有两期都完结了 所以有些还有一期就已经完结了 那大家订阅就订阅这个一月份 那今个星期我就不放文章了 因为上个星期放了 那希望大家可以免费订阅我们的YouTube 英文财经频道 US Stock Market Weekly 那我连结就在下面 那刚刚收到消息 那就说当局很快会宣布 这个是 真是几分钟之前的 特区政府就会宣布 密切接触者都不用隔离了 其实就会维持口罩令 我想也是 你看到 现在谭耀宗完全错了 所以你以后不用再听这个人说 包括释法 包括估计2023年6月全面通关 错了 基本上1月8日已经是全面通关 1月8日 你等到6月 如果他要限制人流来香港 他也是会限制的 现在的措施 已经是全面通关的了 所以他说这个是多余的 什么健康码 其实没有 数字以香港接近 或以建立群体免疫屏障 我想未到 我估计未到 你最快都要去到2月左右 差不多 最快都要去到2月 中国是快 可能有些地方 有先后也不奇怪 即是密些地方 人口密些地方 便快些 人口疏的地方 或者有些在偏远地方 便迟些 不奇怪 你说整个中国有群体免疫 恐慌要4-5月 但是你说某些城市 譬如深圳 或者广州 那些这么密的地方 有群体免疫 可能就2月已经可以了 即是爆得这么厉害 你说今天已经有 就未必 所以你不用听谭耀宗说的 我们片头已经说过 现在的老闆 不是他以前的老闆 其实现在的老闆 所以什么2023年6月 大家看看下一个画面 1月8日 港人回内地已经免隔离 是的 隔离也不用 你只是48小时 核酸阴性 就可以入境了 健康码也没有了 好了 是不是只是香港人回内地呢 不是 内地同一天 1月8日起 恢复办理旅游 还有商务赴港签证 以及恢复港澳边境快捷通道 即是全面通关 哪会是2023年6月呢 你说你要申请 他可以不批准你 一向都是 向来 向来 中国也是 不是今天才是 对吧 其实商务赴港都会签的 基本上 旅游就未必了 为什么呢 你来旅游呢 现在内地人下来 会不会走资呢 一半一半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香港的银行 里面都有党委 你要汇钱 大笔钱 你是内地人 未必过去 当然 他来得香港的签证 那些 其实都是他的人 一般的人去申请 向来也是 一般的人去申请 基本上未必受理 现在已经不是江泽民的时代 不是以前的年代 以前是很松的 很松的 每个人都可以申请来 基本上你来香港 差不多 过了一个星期 回去 兑一兑的保险 然后你回来香港就可以了 现在已经不行了 现在已经不行了 所以问题是 会不会走资呢 他会限制你拿多少钱 而且他可以不签 特别说要去外国 不是来香港 因为他来香港没用 他走不了 他不可以坐飞机走 现在未必让他走 所以你看到之前的措施 就是在银行 进入党委 在香港的措施 以及机场 就是内地的人有钱 你想拿钱走在香港 其实走不了 会钱也未必会到 看着你 甚至不让你来 去外国那些 即是内地有很多 连户照也剪了 大家记得有很多人 连户照也剪了 你剪了户照你怎么走 他也不发户照给你 对不对 会有人 即是会有可以出外旅游 只不过要他批 他的人 他肯定你会回来 他才会让你走 现在内地有多少人想走 多少人想移民 多少人想移民 多少人想 不要搞了 你经历过这次之后 我收工了 我过去美国 我现在过去英国 我拿钱不回来 怎会还让你走 不可能的事 所以这些是什么 要恢复扮你 签注而已 他觉得你没有危险 他就签给你出去 他觉得你有危险 他就不签给你 对不对 所以其实不会就知道 田北辰说 我们那条 即已经煤了那条高铁 一月中前再通车 那会去到哪里呢 武汉长沙 另外政府就研究取消了 机场的核酸检测 即是零 即是没有了 即是香港基本上 没有了防疫措施 对外和对中国内地 都没有防疫措施 那你问我是不是好事呢 这样 你有准备就是了 即是你说可不可以 永远地封住呢 都不可以 但问题是 现在开的确不是一个好时机 你问我 最好就是二月 过了农历年 那个星期开是最好的 为什么呢 先等它爆完 但上面那个不是这么想 上面那个就是希望 你现在 中港和全世界一通的时候 带回那些钱进来 你现在看到整个措施就是什么 就是你们进来我中国 花钱 我可不可以让那些人出去呢 就是我作主 向来他也会出这招 进来吧 你们进来吧 你进来一定要用钱 是不是才对 进来吧 订酒店 进来洗钱 进来旅游 但是出去呢 出去我就要批了 为什么进来不用批呢 就是这么简单 为什么进来不用批呢 因为你进去 带钱进来 出去那些你带钱出去 是不是 好了 这个还是昨晚 田北辰就说 连这个海外抵港人士核酸 都取消了 一样 全部一样 基本上 下个月通关之后 内地人来港前 需持48小时核酸证明入境 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和内地一样 你又48小时进入国内 他又48小时进来香港 是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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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三月前 还是要继续的 因为香港是 一月爆之后 一定爆得很厉害 那你限聚令 其实你限不限都没什么所谓 是 但是问题是 599G就要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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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是没用的 你现在个个都聚在一起 还咸咸咸咪 是聚令 疫苗通 我觉得也是没用的 因为为什么呢 你内地人来 你不让他吃饭 那内地有很多人来的 大哥 是不是 他分钟有 说你不知道有多少人 可能那里 百万人来都不出奇 你说多少人 现在来香港 想打这个疫苗 中国多到你数不到 你只是那里的那些党员 九千万党员 九千万党员的十分一 都是九百万人来打 那你还有个疫苗通 那你全部同行吗 即是只是香港人没有饭吃 香港人不打针 没有饭吃 国内人来香港 未打针也有饭吃 是不是这样呢 所以疫苗通 基本上都不熬得久 另外大家看到 我之前不是跟大家说 那些什么深圳疫站 不用多讨论 我一开始已经说 那些是多余的 你看到现在的深圳疫站 怎么样 一月爆起 停止服务 已经全面通关 还有什么配额 多余都没有配额 已经是 是不是 所以这些什么深圳疫站 等你们去休息 等你们三加五 五加三 这些全部是浪费公帑 根本是没有作用的 根本是没有作用的 为什么 你连国内的数据 人家为什么要禁止你中国的人 或者香港 中港澳为什么要禁止你 原因就是因为你的数据不透明 我怎么知道那些是什么 你有130个变种 一会儿给大家看 有些专家都说 不是一定越变越温和 基本上是 但是不是一定是 你怎么都要看病毒的基因排序 你才知道 当你没有了病毒 现在台湾已经找到了 台湾已经找到几个 现在内地的病毒 进入了去台湾 所以你说封就是照封的 但是基本上封不了 基本上封不了 因为他会由 可能他去了 中国那些人 他可能去了巴西 巴西那个人做一招 然后巴西那个人进去 你就一样一招 你不会限制全世界 但是问题就是 他们不可能不做事 他们要向国民交代 是香港不用的 比如说 美国、日本、南韩、台湾 他们要向国民交代 我不可以什么措施都不做 是香港不用的 你现在看到香港没有 他开了 什么都没有 哦 这个必理通 我们医院够 民间不够 大哥 你医院够有用吗 是不是 大家看到内地出境搜寻 所以问题就是 不要这么开心 因为最多是去日本 他们最多是去日本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这么开心 因为为什么呢 他会限制你出去 限制你带钱 那你走了就死了 中国现在有多少人 希望离开中国 经过你的风禁 再经过疫情之后 真的是冰火 冰火五重天 大哥 是不是 之前有风禁 我死了 有些屈死了 现在一开放 中招就关了 那你多少人想离开 如果你完全开放 那些人就离开 是不是 所以他一定要申请 不可能的事 这个 好了 那说到日本 即时跟手说完 其实日本对中国的爆疫 和对中港澳 即是中国 香港澳门 入境需求 在这两三天之内 是每一天都在加强 加强得很快 这个其实是两天之前 要求底部的中国旅客 提供阴性检测 即是你阴性报告 你提供给我 你提供给我就 已经给你进入 这是两天之前 好了 去到昨天 12月30日起 还有没多久 只有几天 由中国大陆入境的 需要接受检测 时隔一天 你不要以为 你不公布别人不知道 因为别人有大使馆 别人收封 别人有VPN 别人收封 别人收封 是吧 好了 12月30日 还有28、29、30 还有三天 先看看星期几天 星期五 由星期五开始 由中国入境的 需要接受检测 如果你是阳性的 隔离你七天 即是废了没工 如果你去旅行 就是废了 因为七天隔离 是废了 另外还有 如果由大陆 去过日本 七天之内 曾经去过中国的人 都是 其实你不能走 因为 你进去需要做PCR 这就是昨天的 东营油 国泰 全部打乱了 基本上 这次 我觉得 送东营油 送他一程 也不一定 他以为很高兴 农历年 聖诞回来 不错 现在日本 只允许香港航班 升降四个机场 四个机场 国泰在星期五开始 就会停飞北海道 快运也停飞复降 不是你停飞 是因为别人不让你去 哪四个机场 只能够用四个机场 由昨天晚上开始 差不多四五点 就已经说 不止是中国了 中国 香港 澳门 全部限制 因为你们是一休之下来的 那些人走来走去 你说他是中国 那我就在香港来 对不对 你看到 岸田文雄说 为什么要做这些措施 是有意思的 因为我掌握不了你中国的具体情况 如果你只是Omicron 他未必会 但是他不知道 大家看到 只能够用四个机场 成田 宇田 这两个是东京 这两个我也去过 关西和明古 为什么要限制四个机场 因为很容易管理 容易管理 在这四个机场里面 特别开一条链 在这些链 里面 全部放重兵 隔离这些链 去做PCR 去做检测 去做检测 其实日本还有三个机场 就是北海道的扎房 新千岁 刚才提到的福岗和沖繩 沖繩 喇叭机场 这三个机场就不能用 你可能想着 不要紧 我就去日本搭内陆机 第一 如果你跟旅行团 未必 第二 如果到时 譬如说 你一月头 香港是爆得很厉害 你不用问了 当时农历年的时候 香港一定是爆得很厉害 他直接禁止你的航班 有机会 那如果香港确诊到10万 他不禁止你 他一定会禁止你的 你去到10万 你死亡人数到200 其实他一定会禁止你的 所以很多 现在已经开始说要退票 因为你不肯定 到时你会不会确诊 你怎么知道 你一确诊 你上不了飞机 更好 你去到隔离七天 你就糟糕了 另外那个团费 飞机费 不能退 如果一家四口 那就糟糕了 所以有些现在已经退票 有些现在已经退票 或者你买了保险 喂 不要紧 如果我承行不了 飞不了 那团费就退回八成 或者机票退回八成 但现在你买保险 那保险是否受理呢 我觉得他不受理 因为基本上他输硬 他怎么会做 是吧 大家看到了 日本、韩国、泰国 三个热门 香港人的出游点 包括中国也是 全部 现在只是日本 要求落地强减COVID 另外其实韩国 基本上 他那个条件 还要比日本较 这就是今早上的新闻 美国考虑对中国旅客 采取防疫措施 基本上 应该跟日本一模一样 你想去美国 很多人想离开 很多内地的党员 离开了 不在中国 离开中国 第一件事 他未必让你离开 第二件事 别人都不离开 所以到时 在这个农历年的时间 可能出现一个很神奇的现象 就是 内地人 哪里都去不了 只是来到香港 就会涌回来香港 机会很高 一部分来打针 一部分没地方去 新年就来一下 内地可能去一些衣服 不奇怪 这些他自己搞 国内怎么去他的事 不关我们的事 所以在农历年的时候 有机会出现一个很神奇的现象 我们经常说一件事 人算不如天算 你想着 那些人 去了 去了其他地方 想着没有人来香港 不是的 因为全部地方他都去不了 可能涌回来香港 更神奇也不奇怪 到时会很混乱 可能是很多人来香港消费 但是有很多人中招 到时就乱过乱世家人 大家看到现在 你去福岡、沖繩那些 黑門 其实不是黑門 根本你的飞机就停不了 这个 先说下一页 大量的人 打入郭泰问 现在郭泰说 在评估状况 你不需要再打电话 因为很多人 我相信 退票 退团 因为你真的不肯定 中间你会不会中招 你中招隔离车 你去做什么 团费又浪费 飞机票又浪费 所以这次你看到东营游 这次都很严重 可能那里損失二千多万 好像我看到张敬軒 是轻仔也中招 轻仔也中招 我告诉你 他好像做到第六场 然后那五场 去不了 坦白说一句 你如果有五场 你做不到 其实你的演唱会 已经没钱了 因为大家知道 你订阅场不能走 你先给钱 他后面补给你 就是后面的事 有机会他后面有场 他补给你 OK的 但第一件事 你首先要宣布 我做我的招 我不能够 我不能够再做演唱会了 如果你宣布几时几日 可以補充的 但是那些人没有空 你就要退票 你要退票 但是舞蹈員 器材 订阅场 那些 要么他就免费帮你 不是免费 你给了钱 接着他帮你做 如果不是的话 你也是要给钱 所以其实很严重 你一中那招 排面算 就已经没有钱赚了 因为你做到六场 你五场百比 哪有钱赚呢 所以你现在 除非他切掉所有的防疫措施 或者已经是中国 香港与病毒共存 齐了 现在很明显是 你都不要搞生意 你搞生意一定死 你已经东营油 脚都远远 因为这里有几千万 你整个农历假期都玩完了 幸好还有一个圣诞 你整个农历假期就玩完了 业界估计农历年后才有转机 正常的 农历年后 我估计他1月22日过新年 刚才我们估计 你那个确诊要回落 你2月中到 2月中到 当你那个情况比较改善的时候 才会慢慢放松 可能一个机场一个机场放松 你看到现在中港澳航班 准出不准入 你说派吉基去接行不行 没用的 因为你入境 你入境中了招 你要隔离 有什么用的 没用的 他的意思就是 你如果真的想去福江 想去九州 你先飞去这四个机场 然后我派吉基 接你过去 不用你自己转机行不行 你猜香港人拼不拼 当然不拼 你到时中招就麻烦 你说12月30日可以的 你现在不中招 你就不中招 进去 但问题是你到时 在1月8日打后 谁敢在香港说 你不中招 我也不敢说 中招就费了武功 所以中环游怕多团被逼取消 机会很高 大家不要以为只是日本 千万不要以为只是日本 然后南韩 台湾 澳洲 欧洲 美国 全部会跟 全部跟 你最惨 Hong Kong is China 香港是中国 不可分割一部分 澳门我不管他 澳门 中国 我们不理他 最重要是香港 所以你不要以为只是日本 今天是12月28日 当你香港的情况 越来越多案件 在农历年之前 他全部其他地方都禁止你 除非你去干果 即是那些 捉人去煲汤 捉人煲汤 只剩下葫芦骨 收集葫芦骨 之外 其他地方你都去不了 所以大家在今年出门的时候 你自己要预定 但如果你现在去买保险 团不成行 或者机票 或者机票 不能飞到的话 有没有可以退票 我估计你的保险未必能买到 因为你退票的机会很大 保险公司是无保不落的 他没有理由做一个自己乱抖 对不对 这个也是我保险的 现在差不多是两点钟 就说我们香港的 运输及物流局的局长 就打电话去日本 就严证交涉 喂 你为什么限制我们的飞机来 但是别人就理你也有味 简单说句 除非你公开了中国的数据 不然别人一定会限制你 好了 但是一样东西 其实你不跟他说 他都不会限制你 就是说 全部日本的机场 都可以给航机回到香港 因为别人是不会不让你走的 所以这个 你基本上不需要确认多鸠鱼 就是别人没有你这么望居 就是说他走 他一定会让你走 简单说句就是说 如果已经是在日本的旅客 譬如你现在已经是在福江的旅客 你说12月30日可不可以坐飞机回来 当然可以 这个日本是不会不让你走的 好了 但问题就是去就不让你去 他就说 已经跟日本严正交涉 喂 我们香港和中国 全世界都大了 你为什么不让我来 那你之前又熔断 那为什么你之前又熔断 你之前林郑熔断的 你不要告诉我 你不知道 你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 对不对 那这些就是靠口大 就是了 喂 我现在去尝试你 我限你就可以 你限我不行 你都不理你了 别人是日本 别人要跟国民交代 别人是民主国家 你不是而已 别人是 对不对 以要求设限 别人没有人理你 好了 这个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 喂 为什么 既然在复必泰之前 复升就是代你复必泰 就是了 那你可以 为什么要给那些 你买这么多疫苗的 为什么要给 内地人来香港打 不运动疫苗 回到内地打呢 那就是说 打的人是被选择过的 第一 第二 就是不可以让其他人知道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这么简单 如果不是 那些疫苗回到内地打 就可以了 为什么要内地的人 来香港打疫苗 你打了 不要告诉内地人 你们可以打疫苗 第二 只能够在香港打 那国内的人 不就不知道 大部分的人不知道 如果不是 你解不了的 你解不了的 为什么要来香港打呢 你这么多疫苗 你不知道多少 你起码以千万计算的 应该是 就是以千万计算 怎么不运回国内打就行了 是吧 不让国内人知道 党没面子 打外国疫苗 那这些是什么人 干部 党员 党员 党员的亲戚 是吧 那有什么问题 就是香港死了 因为那些人 那些人 中了招的就不用打 基本上 你自己打有多 那就是说 可能中招途中 或者他感觉很容易中招的人 你当人一来多的时候 那又怎样 中招机会就大 还有你不知道中的那些是什么招 你中的那些是黑招 大祸 所以问题就是 为什么他要 就是问题 你不可以下下找香港来党 你现在不就是找香港来党 我来香港打的 国内没有 其实根本就是国内的 是复必太引入的 但是你便死了香港 我告诉你 你是估计不到 会有多少内地人 涌来香港打的 你现在1月8日 内地爆得这么厉害的时候 一千万人我都相信 我告诉你 真的 一千万人我都相信 你不要说自费 你贵十倍他都打 如果死人的话 对不对 因为死人 死人就钱不算了 不要说自费 自费武功他都来打 哪些打 老人家 小孩 一定打 我告诉你 你想想 刚才我们说的 长者多少 2.67亿 他走不了 推驾轮椅 他都推下来打 那小孩 前后什么人都来香港打 因为父母担心 所以到时你真的不知道什么环境 是看国家批不批 而已 不是钱问题 港钱问题的 狠狠 喂 一万元一劲他都打 是吧 死人 所以这个港大教授 金东眼也是高分低能的 他在国内来说 出境的人 全部都受限 出境的 全部都受限 他说他们是临时下来打 我们没理由用公帑 不是钱问题 你现在叫他贵十倍他都打 因为是命来的 是吧 老人的命 小孩子的命 你见到现在国内有没有人说 喂 要自费我不打了 哇 报名报道啊 即是金东眼还认为 哦 我们风险可控 过多十天你就知道 是吧 身体是诚实的 叶柳就说风险可控 但是你见到他呢 即刻走去打这个二架疫苗 身体是诚实的 七十二了 大哥 他不害怕 他不敢出声 他出不了声 他出不了声 但是即刻去打 我不知道叶柳中外招 没有 我不知道 但是你见到他 立即打这个二架疫苗 就知道 即是他都 即是他都感觉到 喂 不是很妥的 大哥 快点打定 不是瓜德 是不是呢 内地人明年可到香港打疫苗 将香港融入中国灾难 其实是会的 会的 你全部香港已经没有防疫措施 基本上 香港已经没有了防疫措施 特别是海关 机场 连核酸 都不用 内地 外国有多少人来 通常都是回来的 大部分都是国内来的 开了高铁 香港的高铁 那时候就差不多了 那些事实上 我认为挺壮观 挺惨烈的 大家一定要小心 大家看到 北京市民抢办港澳通行证 这些旅行证件 他有的 有的 我在潘雨的旧同事都说 是有港澳通行证的 春节或迎 报复性观光 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打疫苗 只是打疫苗 我估计过千万人来 如果他批准的话 第一个 第二个 全世界都不让你去 是不是 大部分都不让你去 其实很快就禁止了 很快就禁止了 那就来香港了 所以香港可能会迫爆 大家真的要小心 欧仔我不怕 我怕中了白费 中了白费 是可以死的 有些大家看到 连口都黑了 但这些我们是否需要那么害怕呢 暂时未有数据 但问题是 白费 看新闻的确是相当多 白费不是老人家 谁中了都可以死的 江玉宽 他是离开香港之前说的 应该是 前几天 应该要全部撤走599支 我觉得一件事 除了口罩令之外 其他那些 我觉得都没有需要 除了口罩令之外 因为你那些 怎样说 你那些 疫苗通 有用吗 是吧 你在街上 你在地铁 旁边的人 说句话 打到黑尺 是吧 没什么实质 没什么实质的作用 你疫苗通 你疫苗通行政 就不中招了吗 几多人在食物中中中 中招你都不知道 但其实 防疫 都是回到最原始的 口罩 酒精初手液 保持社交距离 都是这些 是吧 你来去去都是这些 所以你说 把599支限聚令 或者是个疫苗通 我相信 都不需要多久 大家看到 江玉宽 就去到新加坡 一出机仓 就除了口罩 坦白说 其实现在 新加坡 还是很厉害的 新加坡 台湾 南韩 都还是很厉害的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中过 如果他有中过 那又是现在的变种 对他没什么影响 那就可以了 回来又戴口罩 希望他 玩几天 新加坡很快 四个多钟就到了 我去过两次 玩一下 叫做 离开香港 人都放松一点 好了 如果你又问谭耀宗 喂 内地人会不会在香港 抢了药 他说 内地可以控制出境人数 他这句对 但问题是 为什么香港的 Panadol 还没有了 一来 香港人自己买了 二来 寄回内地 对吧 他不用出境 也可以抢 现在中国很厉害 他不用出境 也可以抢 大家看到 这个别离痛已经是接近全线缺货 我今早特意去两间药房 两间便利店看 没有了 接近没有了 今早还看到 个阿叔抢了三排 别离痛 净痛配方 我不知道可以不可以 可能也可以 没有 先抢 估计明年初 即是说 一月头才会回货 有些药房便拆散了 12粒炒到百二元 即是十元一粒 一般来说 我们都是六七十元一排 两排 两排应该是二十八粒 一般来说 就是四元一粒 现在炒到十元一粒 其实如果有 也会买的 但那些乐信感冒零 或者是小林济药 那些可以的 大家那些都可以买 但我今早看到 连那些都没有了 短短十分钟 这个 必离痛的价钱 升了五成 大家看到 驚痛配方说有效 我不知道 真的 我不是女人 我没有吃过驚痛配方 大家可以留言 是否也有效 大家看到 这个 一个药制司工会 就说 公立医院的全量救 他们公立医院 那只不知美达是什么 他们那只不是比利痛 他们那只不知是美达 安美达是什么 但都可以的 我都吃过 其实 那你救而已 大哥 你公院救而已 在民间里面不够 大哥 那不是每个人都要 大哥 大家都知道 你去公立医院排队看证 你又不收 到时最惨的是你不收 你也不收 那你怎么拿呢 你够没用 这真是废 其实简单说 这个人说话 就是废话 我们够 那我们不够 大哥 一般感冒 多休息就好了 这些我们不重复 刚才已经说过 金冬眼仍然说 通关播易 风险可控 那很快你就知道 是吧 那风险可控 那是否要做多些 准备功夫才做 或者最少 跟香港的市民说 现在通关了 疫情不会上升 个案不会上升 中招的人都会上升 一怒一笑 所有的单位 全部要准备好 当疫情一来的时候 我们要这样准备 这样准备 那些药物什么都没有 经济会好了 只说这些 通关了 经济好了 你看见李家超 一落到来说 终于通关了 那人命要不要猜 人命都要猜 对吗 不能说 因为为什么 中国现在说没有疫情 现在感冒而已 所以他说也不敢说 说也不能说 另外今早就说 假期供货少 所以抢药 不要紧 很快就会回复货 不知道 即使回复货也好 你一开 今早好像看到新闻 就说 通关即时已经说了 限制拿药上去 和拿药下来 一般都是 即是药品要申报 其实 撲热式痛又供应 不用集中个别品牌 但是我今早看到 所有都没有了 只有三合 正同培方 都给阿叔买了 另外 你看到香港说的东西 你一去到外国 就已经不成立 你看到 连东京的药房都推这个限购令 每人限购一盒 只能购一盒 即是这些退消药 为什么 因为怕你抢完 别人都要 别人就会走 你香港就不走 那么奇怪 另外 为什么香港人 有些中国人 他们这么着弱 为什么 因为很多人 现在回国 现在未到1月8日 基本上已经没有隔离措施 你看到现在入境北境 你签一张纸可以 你在承诺书上签名 什么隔离都不用回家 就是你自己搞 现在回家 就商务那些 你自己想 幸好我们现在已经失业 否则你被逼回家 我告诉你 你现在回国内 99%的机会是重的 这个就给大家看看 现在在国家 就已经不会再叫做新冠肺炎 叫做什么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就是简单说 当你伤风 另外1月8日起 入境中国 48小时前的核酸阴性就可以了 你进入国内 如果你中了招 都不会再隔离你 现在香港刚刚连密切接触者都取消了 即是你到国内 你自己找个地方搞定它 那就行了 就这么简单 不会再抓你隔离了 大家看看出入境的 国内 你看到 第8项 有罪恢复中国公民出境旅游 简单说句 恢复中国公民出境旅游 其实你是要国家批 但你进来就不用了 现在是 进来 你48小时阴性就可以进来 香港也是 外国外国人或者回来香港 48小时阴性搞定 就是这样 另外还有中国有一项创举 今早早上已经确认了 就是说 卫健委就不会再宣布疫情数字 就交给中国疾控中心 中国疾控中心就做出一个惊天的创举 这是什么创举呢 就是公布新冠疫情 就是一个月公布一次 一个月才公布一次 我建议他一年公布一次 那中国就没有疫情了 是不是会好些呢 中国就是这样 是啊 他就是这样 我也猜到 当卫健委不说 我交给疾控中心 疾控中心就说 行 没问题 我们初接手 不过我一个月才公布一次 你一个月才公布一次 其实我告诉你 外国更加担心 更加禁止你 因为我不知道你发生什么事 你不要以为别人不知道 因为别人有大使馆在 有的人在收封的 你日本 美国 英国 欧洲 有的人在收封的 你以为你不说不宣布 别人就不知道 别人看到那些状况 那他就往外里股 没有问题的 他往外里股 所以很快 我想他一个星期 大部分的国家 中国 香港 澳门 基本上禁止你来 禁止你来 即使他不禁止你来也好 上飞机之前要有核酸 然后去到之后 做多一次核酸 如果你去到中招的话 强制隔离你7天 我估计现在他们会这样做 不只是日本 我刚才说过 不只是日本 南韩 台湾 澳洲 英国 欧洲 美国 台湾 很快 全部跟随 好了 我们说回国内的情况 国内大家都知道 一直在吹 很快 有排队 他那座大厦 我就想 中国基本上不会这么快 在北京的火葬场 基本上官方都派了官方的官员接管了 火葬场 他接管了 火葬场 吹风说前几天会派药 其实基本上是留的 没有派药 没有派到退宵院 另外 很多地方的火葬场 不让你拍照 不让你拍照 不让一个记者 一般人 可能电话也不让你拿进去 有机会 现在连电话也不让你拿进去 进去 在前面 去到门口 交进去 烧完 连那份东西都没有 你就可以走了 大家看到 北京等地 是派警方 接管火葬场 主要是防消息流出 防你们拍照 这个官方加强民间的资讯控制 很多地方 你问他现在火葬场的情况 还有就是 你一定 你运送围体 是不可以自己运送的 也不可以由殯儀馆去派车 一定是用殯儀馆的车接 或者120 即可能999的车接送 不可以用你自己的车 殯儀馆的车 基本上他已经接管了 根据他现在所说的 重庆四川 就说已经有50%的人 已经感染了 清岛感染的有50万人 为何国家会有2000多人呢 浙江每日新增100万人 就是我们之前说了 但对于快速达峰 即快速达峰 这个说法 国家和各地的卫健委 依然不知道 有些人问过北京市卫健委 你们是不是快速达峰 你怎么问我 我也不知道 他也未必知道 因为很多数据 只有最顶的人知道 下面的一般职员也不说 大家看到下面 去到2021年底 全国60岁以上的老人口 达到2.67亿 即人口的18.9% 所以我记得我曾经看过 60岁以上的老人 差不多达到3亿人 因为这是2021年 所以有机会 这3亿人里面 其实就是这次 他突然间放了所有防疫措施 又做得准备不足够之下的亡云 这些是 你想想3亿人 死0.1%你也死吧 0.1%也死吧 3亿3千万也死100万 也死300万 很多医护当然不满 另外我想问香港的呼吸机 够不够呢 不够吧 高伯昌 你又没有进呼吸机 没有吧 看款也没有 你看到 香港里面 没得搞的 你看到国内的医护也不满 因为为什么呢 你硬要把他抵抗回去北京 北京高度 很多医护已经发烧了 我有看内地和澳门 很多医护是在发烧地做事 有些医护在38-39度 发烧和医生都在做事 怎样做事 根本做不到 有些我看到是叫你上班 你说明做我的招 他打电话叫你上班 你上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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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 还有一些国内的门诊 说急诊人数突破了200万 这间就是浙江的台州医院 不出奇的 因为国内的医院差不多是私刑 他们很多是自负盈亏的 所以很多医院 是不是都逼你打电敌 我双方感冒了 我之前有个国内的朋友 很多年前 为什么我打电敌 电敌好像是80元 你一打电敌就80元 国内的医疗费很贵 国内的医疗费很贵 一定要有医保 你没有医保的就搞不定 因为国内的全部差不多是盈利 所以他们就要公布 我们的门诊去到200万 去到200万是什么意思 就是告诉你 多人来帮我们 有口碑 你们就来吧 为什么会突然间 12月21日就去到200万呢 因为爆疫 因为爆疫 你一天就去到100万 你一个星期就去到100万 那就去到200万 当然被人吵了 微信就下架了 这些大家都知道 6天 我们之前也说过 13个两院的院士离世 这是27日 是撞日的 也相当严峻 你看到有些不太老 左上角的只有57岁 另外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现在就说死者的家属 他一定要承诺 死了的人 不是因为新冠而死 而很多殯儀馆的尸体爆了 香港还未至于 很多尸体放在家很久 大家看到右边的 又贴了一张纸 就说本人承诺 死者什么什么 非因新冠 遭病毒 肺炎去世 若有隐瞒 怨负一切责任 有什么隐瞒呢 所以国内 是没有人死于新冠疫情 没有的 死了一个 他本来有两个 后来扣回一个 只有一个 因为他们全部要签纸 说不是死于新冠 大家看到这个最夸张 我不是想说殯儀馆里面 有大量的尸体在家 很多都已经放了几天 大家看到有些大量的尸体放在家 一日、两日、三日、六日、七日都有 上海全国都有 但最大的问题就是 有一个1983年出生的 一个1986年出生的 老干吹血死了 另外白费的年轻人很多 不发烧 但是白费 即是说他直接下了肺部 所以一到一月八日 大家非常小心 不要有那么多外出 不要有那么多 跟人接触的活动 你上班就没得说 直到情况稳定 到二月中 再看情况再决定 是的 大家看里面 看到那些尸体爆了 生猪冷冻 库存尸体爆了 放满了1.5万 是的 是的 那便找那些冰箱 简单说 冰箱 即是放冰肉 地方那些 今次这一波 比打仗更惨 这些老人家 麻烦你自己找共产党 不关我们的事 你们找共产党 我只是报道 下面那些人排队是什么呢 就是 用我们香港的术语 就是拿这个死亡证 它叫做 注销细者户口 简单说句 就是拿死亡证 拿完死亡证之后 就去注销户口 很多户口 银行户口也有 那个 那个 那个物业的户口也有 那么 注销了 才可以给后面的人乘计 你看看 排队排到满了 专家有估说 中国有七亿人染疫 不知道 很难说 我估计未有这么快 我估计 起码还有一个多月 起码还有一个多月 才能够 我们之前计算过 如果它有14亿人 它要有9亿人中招以上 才可以有群体免疫 即是有七成 9亿8亿 差不多 即是等于香港 你现在500多万人中过 那就有群体免疫 差不多 下面大家可以看到 有专家说 变种的新冠病毒 并非必然变得更加温和 正常是 但不一定 所以它一定要公开数据 它不公开数据和基因排序 大家看到 别人就估计你抄 白费就是抄 白费那些是杀人的 那些年轻人都没用 一样死 疫情我们讲到这里 我们也讲了一个多小时 我们讲了几宗的新闻 今天就完了 今天这个特首政策组正式成立 之前叫做特首政策组 之前叫做长策组 现在叫做政策组 正式委任黄元山做组长 就迟了这个立法会议席 简单说一句 会不会是李家超提拔他上去呢 机会不大 机会不大 他能够做到这个特首政策组的组长 一定是西环发工 如果不是他根本就不会去做议员 做议员把鬼吗 一早就知道 李家超上了多久呢 半年而已 是吧 简单说一句 可能李家超有推荐 这个我不敢说 但是你要项头 就一定要是西环项头 也不需要去到中央项头 这些级数 问题是什么呢 问题就是看中他曾经做过投降 有说服力 但是你说有没有 可不可以做到一些 有些作为的事情出来呢 我回答你 应该不会 因为为什么呢 无论你多聪明都好 第一件事 我不觉得黄元山很聪明 我听过他很多年 之前在雷曼的时候 我听他说话超过三年 接近一些理论派的人 一来是这样 二来就是说 国家永远后面有个党 即是说你上面的人 可能是一脚牛屎 但你一定要听他说 否则我做什么 给你三十多万一个月 是吧 我给你三十多万一个月 其实就是要你的磕 其实他要你的磕 你的磕就是 你之前在投降 你之前在雷曼做过这些 这些 那就有水获力了 浸过咸水 但你要听我说 所以你不会有发挥的地方 所以我说 香港搞这些什么 做过投降 是吧 你做过投降 浸过咸水 搞过雷曼 在别人来说 在外国人来说 你就有说服力了 但问题就是 实际上你要听我说 真正法师号令 那个不是黄元山 是后面的党位 等于李家超 你拿枪 你拿大炮都没用 现在国家说要开放 你不能够说有风险 你只能够说 香港开放了 回来了 所以你这些人 谁做都没用 因为你拿不到期 你要个磕 其实 坦白说 如果一早知道 就不会去选议员 就是说他先选议员 然后李家超就上去 那么这个西环 可能经过几次考核过 然后你又表现中 觉得你没问题 那就让你上了 然后就立即辞议员 如果不是 做来做什么 一个议员 浪费了 议员十多万个月 你这个政策组组长 三十多万个月 是不是 好了 这个很搞笑 大家 中央释法了这么多次 有没有听过 说这个港澳办 要去人大开会的时候 解释 为什么你要我释法 为何你要我释法 为何你要我释法 主管香港事务 其实他今次 是吃得正的了 现在人家问你 为什么你要我释法 如何释法 你搞不定 问题就是当时 当时李家超向人家释法 就是叫人大常委提醒释法 就不会是李家超说的 就是当时的人大常委说 我要释法 你叫我释法 好了 但是问题 现在我们北面的大佬 你是没办法猜到他在想什么 他现在的问题就是问你一件事 你现在正在赢 那是律师 T.Mofen是个律师 我们也说过 他是个律师 法官啊 全部都是我的人 为什么你要我释法 我要你赢就行了 你赢就行了 我管你中间怎么打 我告诉你鬼佬什么人都好 是不是才对 那你告诉我 为什么你要我释法 还有你想我怎么释法 释哪一条法 鬼佬就不赢了吗 那我需要请你 其实李家超和夏宝龙 是什么道理的 夏宝龙更加是什么道理的 因为不关他事 其实不关他事 但是你主管港澳办 你就去解释 你怎么解释 你怎么解释 所以你以后还敢不敢 叫人大释法 所以这个老闆很难跟 我告诉你 以往香港这么多次释法 会不会港澳办 要去解释 为什么你叫我释法 还有我释哪一条法 你赢不到吗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这班人很难跟 你以为你做这些 几十万一个月 很容易找到 上面那个人 他真是无定向风 你很难触摸 李家超还要敢借中央 人家吊死你 对不对 你为什么叫我释法 对不对 你搞不定 搞不定起床 对不对 好 最后大家都应该在这两天会看到 台湾一向都有伏兵役 一向都有 但很短 18岁 18岁开始 他伏兵役很短 我记得很久之前 林志炎那些好像要两年 当然我说的林志炎是九几年的年代 有没有读者知道 九几年的年代 台湾伏兵役是否伏几年的 好像是的 应该中间伏四个月 其实 他现在就说 刚刚蔡英文就说 由2025年 就是过多三年开始 过多三年开始 会不会是2025年这么长时间 正常的 他要准备 台湾伏兵役不是四个月 延长到一年 受影响的是2005年之后 出生的男性 因为你计到 当时来说 他应该是 20岁 2005年到2025年 正是20岁 復兵役一年 是的 復兵役一年 我记得那时候九几年 林志炎好像要復成 不知道一年还是两年 我不记得了 有没有读者可以告诉我 中间因为和平了很长时间 所以减到兵役去到四个月 现在因为台湾问题又增加了 今天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新闻 没有新的新闻 大家等到三点半 李家超片头所说的 会不会是 撤消疫苗通行证 限聚令 一会大家三点半便知道 出街的时候 应该这个节目差不多是三点钟 今天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的网址 地产小专家冯星期五和大家见面 香港与环球投资日志 我们这两天会谈谈Version 还有一集英美int 如果谈不完 便会带到一月份 过两天便会出现一月份的题目 大家看了有兴趣才订阅吧 YouTube投资筆记收费版 我们两类型的收费项目 我就不重复了 大家看看凌光幕 有我们的银行帐户 转数快电邮和PayPal帐户 大家有任何问题 可以在YouTube下留言 大家订阅给我 香港financial at gmail.com 今天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大家记住 1月8日之后 大家最重要做好准备了 今天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明天的香港财经R 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